不如你们一家人一起站出来 帮邵峰助选 你也可以顺便宣布 跟前锋复合啊 这样就不会有人 一直拿你跟邵峰的关系 做文章了 何小姐 你现在说这什么意思啊 雅芳 你跟邵峰到底是怎么办 你怎么办 雅芳 邵峰跟雅芳被对手陷害 制造爱命新闻 能抹黑邵峰 这件事已经处理好事了 要把邵峰还够注意 老林 你若是对孙前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找邵峰来开会 现在无心和透露 雅芳 对手不会手下留情的 只要你一天单身 你跟邵峰的关系 就会继续被针对 这个方法多好啊 一劳永逸 何小姐 你刚才不想说 这是对方 调告一门的 这跟我们邵峰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这个台读 不像我们邵峰跟邵峰 真正有什么爱卖呢 你现在是招来的心思问罪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你这边就知道 把我优得对人对人了 何小姐 我们亚峰这样替你老师 就算很辛苦 你这样五回真的有够超过的呢 没错啦 人家是生造水又有灵烈啦 也不过他绝对不可能去破坏别人家庭 我不是针对亚峰 我是替邵峰替选举大局着想 不过他说你老婆的感情不太好呢 我看哦 原来呢 你生死手了 那么多人 你如果看什么不顺便就要处理什么 你不是很累的 老婆的感情不是这样不容易的 我跟邵峰感情很好 你们不要被八卦周刊影响 我说和小姐 你老婆如果感情真的好 人家有需要把你报出来 我知道啦 邵峰小姐姐这个位置不好坐 不过你不就要检查你自己 怎会去控制我们亚峰对吗 王亚峰 我找你是解决问题的 阿峰这么损我 你怎么不听我说话 什么损 是半天损还是竹损 我是在替你想 没错我之前对你印象那么好 你怎么话比面就比面 我们厄家的老太太最多刺定文理 就像你这样对撕拟 这都台读 我看你 我们当时赶紧向我刀处厄家的团 你还说 霍莉 不好意思啦 晚上说话比较好 也是好意的 你不要想 你对我如果有什么考虑或是疑问 我相信刚才阿末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而且我希望你还记得 我和你坐在那边这边做 我们要想办法 跟邵峰撒一位 我们跟邵峰别闹 邵峰才有可能会在里面 你们 我跟你们有理说不清 是吗 邵峰 这和你夹拍到顶 这工作你还要继续 我跟邵峰答应了 我就要做个招待 但是我真的 很感谢沐柯刚才玩意 这样听我说话 我不听你的被听下了 如果这样就感谢你的支持了 好 来 我们快点去吃饭 晨晨 走 真难 我看邵峰和邵峰 他们两个关系是不是真的很好 嗯 没问题 问是要做什么 对 刚才看合理的态度 我看他早晚红网水 与他担问了 万一如果真的红网走 邵峰 如果真的变成你的对手 怎么办 妈 你刚才把那个合理闭成这样 你又给他影响 邵峰和邵峰就只有朋友而已 你不要太太多 我是要替你烦恼 刚才合理在那里 你现在都没出来替邵峰说话 我如果跳出来 那个合理不是我才有 他说我和邵峰感情那么好 想说不要放一层心一耍 这样不是够更好赞 没有 好好好 好好好 别客气了 再帮 好好好 真是可恶 那个王亚峰 干嘛就故意放过我穿咬人的吧 在邵峰面前 让他温柔娴熟的 撕一下 死都不离开邵峰 这是不要恋 别客气了 你里面就听到冰冰冰冰冰 想起什么事 阿嬷 阿嬷 你这次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我到底是什么做 你不说我才会知道 就刚刚啊 刚刚在外面 我就碰到王亚峰 跟着那个吴元前婆婆 人家我可是主动上前 跟他们打招呼啊 哪知道他们 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没言没过 人哪有可能骂你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又说什么 无头痛的话啊 哪有 阿嬷 我好心好意 劝那个王亚峰 跟他前夫复合 结果他那个钱婆婆倒好 他诅咒我 诅咒我被踢出叶家大门 那个王亚峰 不劝赫就算了 他还火上浇油呢 他还说我什么 搞内侯 毁害少峰选举失利 他什么意思 他这不是隐秀 我是扫巴心吗 还诅咒少峰 阿嬷 你说我这口气 怎么吞得下去啊 没可能啊 亚峰那些人 说话是比较稳费的 但是亚峰是我们做的人 我真清楚啊 阿嬷 阿嬷 王亚峰那人在你面前装乖 他虚伪就算了 他那个钱婆婆 一张嘴有够毒舍的 他快得绝症 阿嬷 阿嬷啊 人家破屁不是跟他甘云的 你的家不肯这么买 你若是说话 对人没好处 就不如别说 他不必让提供 白亚说脚症 阿嬷 我说实话有错了吗 就算老天爷帮他的话 那些帮他他们 老天爷 你先坐 我怕肚子疼 妈妈 我怕肚子疼 不要这样啦 我现在看你威生你病一口 你敢喝下去 妈妈 王醫師,你的手錶怎麼沒拿下來 好,是的,我再去照顧一次 王醫師,為什麼?我實在一直很久 才不會這樣發生過的 我們等一下比較注意 是那天喝酒之後 我才敢跟自己先來話說給你聽 但是我不會後悔 因為你也跟你對我的感情說出來 王醫師,你回到換這個方向 是不是想進行風和? 對,行風和 好 小虎啊,讓你在開桌子了 醫生有經驗,你放心吧 你多久就照相機了 不然會對人家抱歉 我會在鼻子給你鼓勵 對 是 謝謝 好 這手手要開得很順利 是有雜貨的狀況 不過子宮腎瀏的部分處理成真功 哦,這樣就好啦 你說有狀況?是什麼狀況? 老伯爺 其實 我在冬秋水的時候 有冬瓜受分 去尋找患者的膨胱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有處理好 有啦 放好之後已經沒什麼要緊 只是我們膨胱的蓋水 有完完的時間 這幾天這個患者可能要排練 有冬瓜不方便 有冬瓜 人平安就好了 只是說王醫師 你怎麼這麼不生理 老人 是嗎 為何做醫生到現在 沒有犯規這種錯誤 我真主持 對得向患者露教授 要是我的勞強 我也想向當初的報告 患者一生之後 如果要對我的志願 我也一定會有一個家庭 謝謝 謝謝 星星啊 王醫師這麼有經驗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認識給我叫我開刀 總算不太好 阿嬤 你怎麼可以 不要對救王醫師的教授 他先救人真不簡單 而且王醫師 有救救我的名字 我絕對不會去接避他 不過他讓你的高興 他真有可能 沒這麼簡單 就有事情太過分 到時候 先讓你怎麼說 阿嬤 你怎麼在這裡 星星跟我說 出事出門的事 所以我就特別來關心患者 你先去外面 我有什麼阿賀小姐說的 王醫師 你們兩個戲演夠了沒 你還真厲害 先叫你女朋友連安撫 可那安撫不了 那太漏皮了 我本來以為 你只是開刀技術差 沒想到 演戲也演得這麼差 躲在你女朋友後面 讓一個女人為你遮風擋雨 為你受刁難受贖 你還真好意思啊 何佳姐 請抱歉 是我修修的事 你如果在這裏我 我都心想 不過 我沒有請我的女朋友 來向你求情 讓你說是無理我認識 都我都沒開口 你跟我談什麼狗屁人格 你先好好跟我道歉 不然這個事情 我不會放我的 好 何佳姐 因為這件事 造成對你的傷害 我真的很抱歉 真對不起你 這件事 所造成的醫療費用 還有開銷 我一定會有一塊錢 我是業家的媳婦 你覺得我缺錢嗎 我現在就缺你一句像樣的道歉 你先立馬給我下跪道歉 不然的話 我連醫生都沒辦法當 我不會讓你跪 我讓你跪 我讓你跪 我願意 道電修修台 讓你掛一桌子 你現在欺負我不是醫生 只能躺著進手術室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要想負責的話 你怎麼不投你一刀給我看呢 我怎麼這麼透霉的 讓一個這麼沒肩膀的醫生替我開刀 像你這種吃軟飯 技術又差的 你有什麼資格當醫生 柳勝公 是我手術的手術 要不然你說的這種態度 敢不太超過 我超過 你才過分不負責任好不好 我會跟你說 你今天不給我好好道歉的話 我再兩邊玩 不客氣我們歡迎去好了 我跟我這麼想 對我不離開關 也不願意跟你給你 你想我在歡迎的時候 跟你剛才說過的 再說一次 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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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